8月12日 蔡依林出席公益活动 她身穿一件 白色衣子兼甜美上衣 搭配紧实牛仔裤 披着一头卷发 一身打扮甜美又性感 再搭配标志性甜笑 更是让人引不开眼睛 她此次是以公益代言人的身份 出席活动 她用自身的经历 给了不少鼓励小朋友的话 直言当初为了唱歌跳舞 付出了很多努力 而叹及当初参加选秀的经历 她也吐露心声 当初去参加音乐 因为热音社 其实那个就是 真的是自己的兴趣 因为上台 就是糊隆糊隆 就是也不觉得 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很喜欢唱歌 但当她变成工作的时候 就会渐渐忘了 那个兴趣是什么 所以我现在 自己除了工作表演的东西之外 我会去探索一些 什么东西可以 让我维持每天做 然后 我每一次做它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好像 还有新鲜的东西 可以再探索 当天活动 有很多小朋友参加 班文道看到 这么多小孩子 自己会不会 也会有 结婚生子的想法 蔡依林的回答也是很高了 这个问题很特别 有想过吗 我没有看到孩子 就马上想要有孩子 对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这个直接的联想 我想 就是结了婚之后再结婚 我觉得结婚好像不是我的 应该是说别人怎么做我就该怎么做的 近期 蔡依林因为与午夜天阿信的互动 被网友猜测 两人有恋爱倾向 现场被问到 在社交网站 回复阿信的一成串符号 她含糊表示 解释就不美啦 解释就不美啦 为什么要解释 你们自己有那个想象空间 就是月亮啊 看来就是要让大家脑不辣 台北报道